拽着史军超进了派对 艾梅不厌其烦地叫他跳舞 却不知他在搜寻艾雪的踪迹 车上首富之子邵一鹏 时不时看向艾雪 找找话茬想了解他 按照艾雪的指示 邵一鹏开到了面摊附近 很不凑巧 师父早就收摊了 邵一鹏很乐意送艾雪回家 小时候没少去瑜伽 却没见过艾雪 邵一鹏很好奇他的身份 艾雪姐时是瑜伽的亲戚 住后院下人房 除了上下班几乎不出来 艾雪的毛衣被烟头叹了个洞 邵一鹏愧疚又心疼 艾雪不当回事 你送我回来就算扯平了 邵一鹏听了笑得很开心 十分绅士的护着他上车 派对结束了 二姨太正在送客人 邵一鹏的车正好载着艾雪回来了 他甘心当艾雪的司机和庸人 把艾雪当公主一样呵护 将艾雪从车上下来了 二姨太傻眼了 我排挤到后院住下人房的艾雪 怎么搭上了邵一鹏这个首富儿子 同学起后 调侃邵一鹏带女朋友兜风 艾雪想澄清 但邵一鹏暧昧的笑容 让她说什么都没用 这时艾梅和史俊超出来了 艾雪终于拿到了文件袋 邵一鹏对艾雪好 二姨太气得跳脚 无论艾雪怎么解释 都无法阻止二姨太的谩骂 二姨太生怕艾雪抢走了金龟婿 极尽刻薄的话羞辱她 骂她不知廉耻 败坏瑜伽门风 一个女孩子家一点消失信都没有 还上人家的车子 我从来没有说过 和你们是一家人 还骂艾雪白眼狼怎么不去死 当初就不应该收留你 让你在外面冻死饿死 为你够算了 说得好像瑜伽是她二姨太 撑起来的一样 这二姨太除了吃喝玩乐 搬弄是非啥也不会 要是没有大太太 瑜伽早去喝西北风了 二姨太恶毒至极 逼艾雪写保证书 不跟少爷捧来往 艾雪不给她脸 我和谁在一起 交什么朋友 这是我的自由 谁都没有权利干涉 二姨太给脸不要脸 羞辱艾雪盼龙富凤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逮住机会 抓住一棚 好非上枝头 大太太终于出手了 都没有 你收购了没有 大姐 你跟一个孩子 说这样的话 你不觉得 有事你做长辈的身份吗 把二姨太脸面打得稀烂 二姨太被训得不敢吭声 雪儿 走 跟妈回房间去 哼 只骂艾眉没用 老手的鸭子都飞了 都是你 人都已经在你眼皮子底下了 你还是让那个臭丫头给带走了 没用的东西 少一鹏回家后 向爹妈打听 艾雪的身份 少太太瞧不上艾雪 一个劲儿问儿子 对艾眉印象怎么样 少一鹏明着说 对她没意思 一番打探 少一鹏才知 艾雪是余包涛的女儿 还是艾眉的妹妹 是不是就是您说过的 当年在雪地里 救的那个女孩 是啊 少东霖对艾雪印象不错 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 看娘啊 愣塞给艾眉她爹的 斥责凤春不要乱嚼舌根 不知道她不是糊涂人 艾雪又不是她的女儿 她怎么能让她认祖归宗呢 艾雪加班差点被绑架 幸好少一鹏来厂里找艾雪 救下了艾雪 她还送了一件裙子 赔礼道歉 厂里工人为了加班费 罢工闹事 恰逢大太太出差去了 程伟敲班 没人能做主 带头的阿虎和小孙心狠手辣 知道艾雪是瑜伽骨肉 他们绑架艾雪 比瑜伽就范 威胁电话打到了瑜伽 与老太太急得团团转 程伟不知道哪去了 二姨太在李总长家打牌 听说艾雪出事 她故意不理 放任工人伤害艾雪 老太太气得不行 亲自出马 雪儿 我的雪儿呢 赶到工厂 接艾雪被绑在高台上 老太太求阿虎手下留情 你把她放下来 有什么条件 我答应就是了 我答应 一张写议书甩了出来 全书担心坏了常理规矩 但艾雪的生命受到危险 老太太刚想唾弦 艾雪却大叫着 让她不要答应 就在老太太准备化压的时候 警察终于赶到 逮捕了阿虎和小孙 救下了艾雪 罢工的事终于解决了 艾雪却病倒了 因祸得福 不受待见的艾雪 成了老太太的心头肉 雪儿啊 你终于醒了 老太太对她千恩万谢 还亲自照顾生病的艾雪 关键时刻二房一个不中用 还是最小的艾雪扛事 现在奶奶终于知道 谁是瑜伽的子孙 谁是真心向着瑜伽的 老太太终于承认了艾雪是亲孙 她不但让艾雪叫奶奶 叫奶奶 奶奶 好 好 让她上桌吃饭 还安排她住回前屋 你终于叫我奶奶了 以后奶奶绝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艾雪怕二姨太找事 老太太笑了 这个家还轮不到她指手画脚 管她高兴不高兴 在这个家里头 有我做主 谁说了都不算 大太太收到消息 连夜赶回了上海 崇尾没一点男子替盖 玩到天黑才回家 大太太和老太太心事问罪 她和姨父与我无关的样子 你这个副总是怎么当的 二姨太打牌回来 给儿子说话 身为副总 你有什么资格做员工的表率 话说的这么难听 是 艾雪受了惊吓 你心疼她 还往大太太身上泼脏水 说她公报私仇 艾雪出了事就找崇尾出气 连你这个做妈的都这么想 你怎么教你这个孩子 你骂我呀 儿子是我的 你管不着 你闭嘴 打牌居然比艾雪的命还重要 因为出事的是雪儿 她的死活与你无关 今天出事的如果是崇尾或者艾梅 你还能安稳地坐在那打牌吗 老太太大发雷霆 怒斥二姨太举心迫策 这场子是我们瑜伽几代的产业 你这个做长辈的不但置之不理 还振振有词 你惭不惭愧呀你 她告诉二姨太 别以为崇尾当上副总 就高枕无忧了 我眼皮底下 就别玩什么花样 要是崇尾不扛事 她二房一毛也别想捞着 别以为崇尾 做了副总 就会稳坐接班人了 走得很呐 老太太第一次说这么重的话 二姨太慌了 我能让她上位 我就能拉她下马 许妈收拾房间 让艾雪搬进来 更让二太太坠坠坠不安 老太太不再亏待艾雪 让人把房间的家具全换新的 照着艾梅的房间布置 亏待她十多年 真该好好补偿补偿她了 不管二姨太如何照查 老太太已经下定决心 反而骂她太恶毒太刻薄 那丫头是个不祥之人 她命理待客 你以后对雪儿不要这么刻薄 你要是害怕 你可以搬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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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